隔代教育容易溺爱 秦浩妈妈的家教观念很赞很霸气 6月11日 某综艺节目放出的预告片中提到 依能静和秦浩的女儿小米莉在学校被欺负了 秦浩亲自模仿了爱女被欺负的过程 对此 秦浩的妈妈 依能静的婆婆却做出了训斥的态度 从秦浩的表述中 我们并不知道推挤小米莉的那位小朋友是不是故意的 是不是就是要欺负小米莉 还是当时一个不小心裂解 其次 霍思燕与老师沟通 请老师私下多留意一下 看恩亨到底是被恶意欺负 还是普通的打打闹闹 这样的做法让网友非常欣赏 称霍思燕为教育孩子的人生赢家 自此我们看到 霍思燕的做法和秦浩妈妈的做法是一样的 理性客观 压住情绪 此外 家长应加强与学校老师的联系 既不能把孩子完全托付给老师 又不能不信任老师 尽快请老师核实情况 协助老师化解小朋友之间的矛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